天降石块 有富人差点被砸中 基隆仍爱市场早上9点多 20公斤重的磁砖从天而降 遮雨棚也整个倒塌 不过在27号同一个地点 隔壁店家的砖墙也是整块剥落 直接就砸在骑楼还有机车停车区 幸好两起意外都没有人受伤 基隆市府表示会刊之后发现 产权是私人产权 已经通知所有权人迅速修补 地板上满是碎石块和砖头 绿色遮雨棚也整个倒塌 路过的民众都看傻了眼赶紧绕路 基隆的人爱市场31号上午9点多 传出砖墙砸落的意外 吓坏附近店家和买菜的民众 拼一拼一拼 拼一拼 好恐怖 快不走过就怕自己也被波及 因为事发当时就一名富人差点被砸中 现场立刻拉起封锁线 但是这样的意外已经不是第一次 27号早上在同一个地点 隔壁店家的外墙也整块剥落 连锁牵连 隔壁掉下来就跟着 那个砖墙就连锁反应会过来 27号20几公斤的砖块从天而降 直接在在骑楼和机车停车区 5天之内砖墙连续砸落两次 店家怀疑是市场建筑设计上有瑕疵 才会发生意外 它是属于私有产权 已经通知产权的摊商 尽速的进行修补 基隆市政府表示经过会刊 发现外墙磁砖原本就已经脱落 再加上遮雨棚的重量 才会造成大面积砖墙掉落 而产权属于私人产权 已经通知所有权人尽快修补 不过幸好两起意外都没有造成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蔡志恒 吉隆报道 当社会计则 店剧场 愚蜓炮量 梁炮量 甩流ks 愚蜓炮量